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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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信 香港今天天氣不錯 一起由中環看出去 見到今天大部份時間特別是下午 見到藍天相當多 陽光都非常充沛 所以下午天氣都很熱 看到各區的最高氣溫 普遍都有33、34度左右 至於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我們見到香港附近的雲不多 不過看遠一點 就有兩個很大的螺旋形運團 其實是分別兩個熱帶氣旋 首先台灣移動地方的就是熱帶氣旋泰里 泰里將會橫過東海大致而向日本一帶 至於在南海中部的就是熱帶氣旋杜蘇裔 我們預計杜蘇裔 將會主要向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大致移向海南島南部至越南一帶 由於今晚和明天 杜蘇裔與香港的距離都會維持超過600公里 暫時對香港的天氣影響就不會那麼大 天文台都會繼續留意杜蘇裔最新的動向 至於今晚和明天影響著香港附近 華南沿岸地方的 主要都會繼續是一些東北季厚風 預計離岸海域間中的風勢都會比較大 我們預計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將會是天氣酷熱 局部地區有驟雨 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 氣溫會介乎28至33度 會吹著和緩至清淨的東至東北風 而離岸是間中吹強風 至於接著在星期五的時候就會有幾陣驟雨 週末和下個禮拜頭就會大致天晴 今次天氣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